今天我们来介绍椰香葡萄干司康的做法 有着淡淡椰香的小点心,加入了椰浆,味道更香浓,椰蓉让口感更加酥松 还有香甜的葡萄干,简单快手,下午茶点心的好选择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黄油切成小块 黄油不要软化,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切成小丁就可以 把面粉、泡打粉、盐、白糖和黄油放入搅拌杯,盖好盖子搅拌10秒 加入椰浆、葡萄干、椰蓉,继续盖盖搅拌10秒 把搅拌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用手压薄一点 用刮板从中间切开,重叠起来,再次压扁 重复做一次,把面团整理一下 收成大约2厘米厚的圆饼 切成小块 放上烤盘 烤箱180度预热,烤22分钟左右,至上色满意 技巧 不用搅拌机,直接用手操作也是一样的 先把粉类和黄油搓成粗粒 再加入液体和椰蓉葡萄干即可 这样就方便调节液体的用量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